剩下最重要的其實內容就是這個部分 就是簡報的所謂的路徑 它的這個路徑就像你剛剛看到所謂的鏡頭一樣 在這邊 這個 你看我們左手邊 現在這個簡報版本 是不是總共有七頁 對不對 七頁 它就等於是七個路徑七個鏡頭 實際上你把它可以思考一下 我們的新制圖也好 Focus Guide 它就好像一張很大很大張的紙 你可以自由的在每一個地方去做化 那跟我們PowerPoint最大不同在哪裡 因為PowerPoint每頁都是隔開的 所以有時候有一個困擾 看一下我們在這裡 在這邊 我們的這裡面任務裡面 這裡 您進到任務裡面之後呢 我這邊有一些有分享一些就是那個 我之前用的Focus Guide的那個範本 不是範本 就是上課的內容 那比如說我在這裡 這個 讓它先下載一下沒關係 那 因為我們一般PowerPoint它會把那個 簡報就是固定那個大小 所以如果你文件比較長 以往各位你們會怎麼做 如果比如說我有一個比較長一點的文件 我要放在簡報裡面公告一下 比如說網頁的內容 你是要拆開拆開 你不會痛嗎 對不對 這樣很麻煩啊 你要自己去對 那我們在這邊像這個 比如說 我來這裡 這個 往後 再來 往後 往後 這裡 你看我這裡有幾頁 有沒有是 文件檔案 對不對 可是我可以直接放大 就這樣給你看啊 當然我全幕也可以 只是說 像這樣子 因為它現在還沒有完全下載完 所以解析度比較差 可是你可以發現 我可不可以這樣就比較完整的呈現出來 對不對 那你有需要的時候 靠近一點 你再自己靠近一點吧 那PowerPoint 目前就是這一塊 就做不到 這對有些時候 我們需要一些文件 比較大的 或比較長的 那個範圍 比它大一點的 你要看細節 就相對不容易 所以很多像 那個 Excel那種試算表也是一樣啊 太大了你就是 啊 整體超連結 對不對 你就是要離開簡報 這個是 我們 跟各位提一下 它會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這個就是路徑 路徑 路徑 那我們在Focus Guide裡面呢 它把它乘坐路徑之後 你可以看到 靠近一點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地方 靠近的時候 有些地方好像有數字 放大 有沒有看到 這個就是 左邊的那個順序 好 左邊的順序 那你應該知道 調整順序在PowerPoint裡面 要怎麼調 按著 這樣嗎 所以有沒有 道理一樣 這個是路徑 你可以調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簡報範本裡面 我現在有7月 有沒有剛剛好 跟你的 要報告的那種剛剛好一樣 如果一樣 我只能說 你也太神了 一定有可能不一樣 好 有可能不一樣 那不一樣的話 我們該怎麼辦 你先來看一下 我現在第一頁對不對 如果你要需要的話 可以從上面這裡 上面這個地方 它總共有這幾種 一二三四 四種 我們講的就是所謂的投影片 你用PowerPoint看就是投影片 其實呢還有一種照相機 嚴格來講算五種 五種 增加所謂頁面的方法 那大多數其實我們都是用不可見真 什麼叫不可見真 就是我現在已經有一個整體設計了 對不對 我就不需要有一個框框出現嘛 你了解意思嗎 這些都會出現一個框 都會出現一個框 我們磁座一下 加入一個 你看一下齁 我加入這種矩形的框好了齁 我就按一下 你看 它就問你 有沒有覺得跟PowerPoint很像 你要哪一個範本嗎 那如果你不挑的話 就由它自己幫你挑位置 好 又被加進來了 有看到那個框框了吧 對不對 所以大多數為什麼 預設子它會叫不可見真 就是希望 你如果可以的話 就不要有這個框 其實就比較不會受限齁 那你看把它拿掉 你看不可見真 在這裡 在這邊 好 像現在這裡 我就再加一個進來 一樣的按一下 看你要擺在哪裡 這樣子 雖然你在這邊好像有看到一個範圍 可是實際上撿爆的時候是沒有的 我把它拉過來齁 把它拉過來 這樣會看比較熟悉一點 拉過來 你可以在空白的地方 往另外一邊拉 那它這個大小你可以自己決定 大小你可以自己決定齁 我把它拉過來 來 好 在這裡 像我在這邊 那 如果你框在這個範圍 我把它縮小一點好了齁 這樣 好 你可以預覽一下現在的 有沒有 有看到框嗎 沒有對不對 它那個框只是讓你知道說 你編輯的時候有那個範圍而已 有那個範圍 可是實際上的時候沒有 那你就可以把你的內容 是不是就放在這裡 就放在這邊齁 比如說 你有一個文字 剛剛我們有圖形嘛 我們再找一個 再往下 這裡 你可以第二頁第三頁都可以齁 你就跳到後面去 好 我們找一個這邊 好 在這邊放進來 這裡 簡單這樣就好了齁 那 你看 像我在這邊 我們這樣子 那 你到時候要移動的時候 只要你的物件都在這個裡面 你只要移動這個框 有沒有發現都一起走 有沒有 可是你如果站在外面就不一樣齁 這樣對他講是不是 就是屬於外面的 當你移動的時候 你看我移動這個框 沒有人要理你有沒有 我不能把你帶走 你不屬於我 所以 如果你要 讓他就在這頁裡面呈現 你就把它放在他的框框裡面 好 框框裡面 所以今天你看我再加上其他的內容 比如說我們這邊打個文字好了 他也有一些那個示範的齁 Demo的文字字型 好 一樣的 記得要打中文 一定要把它換成中文字型齁 這時候你再進來就可以 可以 好那我現在好了之後你看 一樣的我要移動的時候 我就把這個框框一起移動 有沒有大家就一起走 這樣OK 那問一下 如果我轉這樣 好我轉這樣好了 請問待會進來會怎樣 你在撿報的時候會怎樣 你覺得會賺還是不會賺 哈哈哈哈 來我們預覽一下就知道了 現在這樣 下一頁 對 有沒有還是自動轉正 對阿對阿 那就要看你的安排 那要看你的安排 有些時候你有需要你覺得你是可以轉個方向在視覺上是可以 但是如果你一定要歪歪的可以嗎 蛤 有些人就覺得我天真反骨有沒有 哈哈哈哈 我就是要這樣 但是你這樣 他還是轉正 所以這個時候要靠誰你知道嗎 靠我剛剛講的那個照相機阿 因為其實我們用PowerPoint我剛才講過一頁一次都分開 可是有些時候我們需要說 第一頁第二頁第三頁我需要怎麼樣 再一起看 這在PowerPoint也做不到 可是我們這邊可以安排 什麼叫可以安排 比如說你看我現在這個是不是這樣 那我想要再增加一個好的 增加一個 這裡 我再增加一個出來 OK 雖然他在比較旁邊沒關係 我們挖這裡 那我增加另外一個 這樣你做個比較 做一個比較 好進來了 我放這裡 那我也把它移回來 移回到我們右手邊這邊 你可以按滑鼠左鍵 那這樣你就可以看你的那個內容在哪邊 我在比較偏上面 比較偏上面 比較偏上面 好滑過去 來抓回來 現在在這邊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會有這種需求 好 拉回來 看一下 還在遙遠的地方 所以你看那個指純大張 我們的這一個 我幹嘛放那麼遠 真是閃腦筋 來 來 好 我把它拉回來一點 好 總算相見寬了 在這裡 這樣 這樣 我們現在是看到他 對不對 那我往後推一點 就是說 欸我需要這兩張簡報 同時都可以看到的時候 我可不可以擺在這樣 不要客氣 就照下去 照下去 我們來看看 當你從這一邊 預覽的時候 好 一 講完第一個 講完第二個 我 歸納一下之後 有沒有回頭 可是 泡河能不能做這樣 不行嗎 對不對 因為有些時候 我希望 我們做一個總結 你看我們剛剛講的 第一點 第二點 第三點 第四點 這樣有了解他的概念 所以你就用拍照的 所以其實你用拍照的 你要轉哪個方向 就隨便你來 反正就是你剛 你調好的那個範圍 我就把你照起來 就當作是一個路徑 一個投影片 所以這比較特殊 比較特殊一點點 你可以做參考 那當然刪除 我那個就不用講了 反正你會 有沒有發現 這樣子你會了之後 是不是還可以增加自己的內容 不然每次都看範圍 看漂亮而已啊 最後還是要加上你的東西 還是要加上你的東西 好 好